从甜美邻家女孩 蜕变为性感女神 36岁的杨幂 与黄胜衣王若丹 和刘亦菲 奉为中国心似小花旦 而今她更登高一呼 穿着白衬衫出席座谈会 杨幂高喊 抵制天家片酬 立刻获得中国网友 一片叫好 杨幂跟正苗红 立刻越为中国网络热搜 加上2018年曾曝光 当时杨幂缴税 人民币1553万 约合新台币6789万 是中国女性之冠 获得大赞三观超正 也令外界联想起她 2018年范冰冰因阴阳合约 事件落马 缴交罚金40亿 才免除岛屿之灾 而综观中国女性电视剧 片酬排行榜 也扬引Angela Baby 与张子怡为首 片酬8000万人民币 约台币3.5亿 其次则为孙力 周迅以及赵丽颖 而杨幂片酬 则是3190万人民币 约台币1.4亿 新一年最想发生的事是什么 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生 越来越好 时刻将国家摆在心上 杨幂巨当范冰冰第二 一袭白衣启事 更越为中国女性爱国典范 在你新闻 金学会报道